2023年的2月25号早上 现在应该差不多 11点吧 这样子 哇 看看 鹅毛大雪啊 这可是洛杉矶啊 你要说这个下雪啊 也没什么新鲜的 这个雪也不是有 也不是说有多大 但是呢 你要看地点 这个地点呢 可是洛杉矶啊 洛杉矶地中海是气候啊 这个季节呢 白天就是说像2月份 温度都得零上20度 18-920度这样子 中午啊 或者说 白天吧 早晚会凉一点 从来不会下雪的 顶多就是山上下雪 然后山下下雨 今天呢 好家伙 从来没见过 我来到20多年了 偶尔呢 就是有某年下点小雪 那个雪就是小豆豆那种 有点像小冰雹那种啊 就是很细碎的小小雪豆 撒一地啊 15分钟 20分钟就结束了 今天这雪开始 你看这能往哪 得往哪雪啊 这可不是 下一点的 这可能下一天差不多 哦好家伙 看我们邻居也全出了 刚才碰一邻居说 这就是crazy 从来没见过 洛杉矶会这么大地去 哇塞 很漂亮啊 所以全球的气候 真越来越极端呢 这个好像说 这个2023年 今年是 洛杉矶也是最冷的一个冬天了 整个这个冬天都比较冷啊 哇塞 看看看看 要是不知道 这洛杉矶的 看我拍这视频啊 整以为我这 土豹子 没见过雪 我北方人 怎么都没见过雪呢 这雪真不算啥 但是呢 地点是洛杉矶 就完全不一样了 哦塞 看看哈 看看我们这社区里的 这叫啥 这叫这个 大雪下的涌 下满了瓦屋顶 黑狗身上白 白狗身上肿 把油尸